大家好,我是阿彬 空调智能效果不好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缺乏了 很简单 我来告诉你两个技巧 一看就知道 就是这个空调 是个美迪的 现在这个效果非常的差 我们直接把它打开看一下 你们看 这里全是冰 全是冰块 这种问题基本上可以说是缺乏了 其实空调缺不缺乏 我们可以从两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是从内极 一般我们如果摸这个上面是冷的 下面没有冷气 那基本上缺乏了 像这种缺的多的会急病 因为这个上面已经很冷很冷了 但下面没有什么温度 好,现在到外极来了 外极怎么看缺乏不缺乏 我们看一下这个管子就知道了 这里一个细管子 一根粗管子 当细管子比较冷的时候 粗管子不凉 那基本上也是缺乏了 比如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细管子已经结冰了 那说明已经很冷 对吧 这出管子一点都不凉 如果达到疾病的状态 那说明缺乏就缺了很多 所以空调缺不缺乏 我们只要看这两个地方就可以了 一个内极一个外极 比如现在我们来检测一下 压力管子淋上去 压力管子淋上去 你们看 现在只有一个压力 正常的压力要达到五个 所以这就是明显的缺乏 现在我们直接来加浮 然后看一下这个管子 有什么变化 放倒架 这样加快一点 抬一下进去 打开阀门 现在直接加进去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双 这个冰 有没有快速的化掉 有没有快速的融化 你们看 这边已经开始 融化成水了 看到吧 已经没有那么白了 就这么快 现在差不多 已经到五个压力了 你们看这个 基本上融化了 现在这个厨管子也凉了 这边都是湿的了 看到吗 看到吗 这个风吹出来也热了 可以了 螺毛宁静 好了 现在这个内积的空调吹出来风 也很凉了 这边的冰也化掉了 外界的冰化掉了 这里面冰也会化掉 所以空调缺不缺幅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内积 或者外积都可以 搞定 就这么简单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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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